消毒人员里里外外消毒 餐厅的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国内疫情延烧 暗1-221的万华茶侍女 5月7日随着靖香团 到彰化鹿港竹安宫 和芳苑普天宫 信仲和居民都相当紧张 目前已经请两家的庙方先 进行全面的庙内外的全面大消毒 那我们今天会再持续的 再要求他们再清晓一次 不过竹安宫倒是老神在在 你自己有欢乐吗 对 对 怎么说 我们主持人说我们的欢乐 是喔 怕怕怕怕 他有说吗 对 他这有说吗 不可能此事而金枝 好有说 这有清晰 这当时他问的 当然 原来神明降旨不可自金枝 只要把防疫做好 不需要过度惊吓 方怨普天宫 还原当天靖香团参拜情形 那天就是贵带 贵带有鸟车 五十万个人 三百人 三百人来人家夹东岛 来人家夹东岛 他朝着 他车来到这 就是朝着 11点五十分 五十分 他吃饭饭 吃饭饭 给人家休门 休门就点几千万 卫生局除了派员 到两间公庙大范围消独外 截至13日中午 以匡列72人裁剪 居家隔离 匡列的都是 公庙的工作人员及志工 下午的话就是 那个县政府他会派人 卫生局他会派人来这边 直接裁剪 那就是大家一起裁剪 没有登记的话 尽量能通知他们过来的话 我就尽量通知 卫生局还在持续异调中 那目前有听过 但是现在你接住的话 有没有是症状的部分 目前都没有相关的症状 所有在5月7号 到过这个鹿港的竹安宫 还有这个方月的 普天宫的朋友 那是不是说能够自主合理 自主的健康合理 目前要量体温 先喷酒精消毒 才能进入公庙 确保所有人的安全 董新闻 张华报导 董新闻 张华报导 董新闻 张华报导